为于台北市博爱路的海外信保基金高鹏满座热闹非凡 包括金管会副主委贵仙农 银行局局长詹廷珍等众多贵宾 全都出席参与新任董事长林宝席的就任典礼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 副委员长吕元荣也在众人簇拥中 与前后任董事长龚文平林宝席一起参观办公室 海外信保基金成立28年 一直是乔台商的经济后盾 委员长致辞时特别提到对海外信保基金的期许 它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政策的意义 代表政府关心我们全球所有的乔商与商 那我们希望透过乔信法作为一个核心 结合国内所有的航库 把力量整合起来 来服务我们海外全球的乔炮 今天我们中小信保董事长也来的 特别提到就是说中小信保 荣信保龙董事长也来的 我想我们这三个保证基金 看要怎么样来找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协助政府来接东西来向政策 新任董事长林宝席从集中处基层 一路到金管会银行局等中央单位 具备完整历练 而海外信保基金从资金挹注 内外风险管理和开办OBU境外金融中心 与乔生贷款等多项优惠与便利的措施 在历任董事长的运作下相当完善 林宝席表示将在既有的基础上发挥专业 继续带领基金冲刺 服务更多桥台商 银行局的好同仁还有我的好朋友 真的是很开心今天在这里 能够看到你们在这里给我一个祝福 实在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非常感谢大家 那特别是乌运长给我的期许 还有归务主委的加冕我都要放在心里 要确实的要达成 在过去公总市长这两年多来的时间 在我们进行有这些创新性的改革 刚刚委员长也一一细数 我想相信在这样的一个 无固的基础下面 我一定可以再继续的往上面来努力来发展 吴委员长担任受应人 将董事长应信交到林宝席手中 并颁发感谢状给常务董事殷正齐 感谢他在原任董事长龙文平 受命转任农保基金交接期间 担任代理董事长 现场贵宾也轮流致辞 送上祝福并合影留念 共同见证海外信保基金新的篇章 台湾宏观电视陈永文中间刚台北采访报的